文章来源观察者网 美国空军目前最重要的烧钱项目之一是B-21侵袭者远程打击轰炸机 但关于该机到底要花多少钱 钱花到十一地方 美国空军甚至对国会也会莫如深 据称这是为了避免其他国家通过经费投入方向推测B-21的研制情况 美国防务新闻周刊10月19日报道 美国副空军部长马特多诺万表示 B-21轰炸机的项目总成本将继续保密 B-21轰炸机的保密已经成为泄密之丰盛型的美国政界的少见奇景 作为美军最烧钱的项目 B-21轰炸机项目目前的保密程度很高 不过至少大众已经了解了这一项目的存在 防务新闻报道这样说 不必摒息期待 B-21轰炸机项目总成本的披露了 虽然美国军方最高级将领们每隔几个月审查一次是否有新的细节可以透露 但距离真正能够透露这些消息还有一些时间 据报道 美国空军对2015年与诺斯罗普公司签署的项目总成本至今采取强硬的保密态度官员们称这是为了避免给潜在敌人机会推测B-21轰炸机设计的机会 美国空军第二号平民官员空军副部长马特多诺万表示他发现自己正处于这样一个有趣的困境当中几个月前作为国会军 是委员会的主要政策主管 他支持了该委员会掌舵人约翰·麦凯恩的提议要求公开关于B-21侵袭者的更多信息包括合同金额 但现在在他担任空军职务后 支持参联会主席戴维古德森和部长海瑟威尔森 关于保密的决策成了他工作的一部分 不过多诺万仍然固执 有意思的是他们知道我就是那个总在议会里推进公开B-21信息的人 他在接受防务新闻采访的时候说 当年里根在竞选总统期间反对卡特政府取消B-1A轰炸机研制 并承诺上任后要回复B-1项目 结果上台后才被告知 其实美国已经有了B-2轰炸机 结果最后美军就有了B-1B和B-2A两种轰炸机 到现在为止 我唯一能做的事是跑过去说 我们需要发布一些信息 那些我们知道可以公开的 而且我也知道古德芬将军每隔几个月就会审查一次 B-21项目的人会对他做报告最新的情况 因为他要对麦凯恩参议员让美国民众了解真相承诺负责 即使如此多诺万还是说还需要一些时间 古德芬和威尔森将军才允许公开总成本 但是如果情况发生变化 我们在项目上取得更多成果 那要我相信参联会主席肯定会考虑尽可能公开 所以先公开B-21的存在 免得特朗普推动复产 B-2之类的真烧钱黑洞项目 也算是空军吸取教训之举 美国空军领导层宣称 B-21项目进展顺利 而且成本和热诚都在按计划执行 近年那早些时候斯蒂芬维尔森将军空军副总参谋长 对议员们表示 他最近刚刚完成了预言项目出审 空军计划购买至少100架轰炸机 尽管这一数字可能因为特朗普政府 重新审查美国空军轰炸机发展路线图发生变化 预计每架价格事物 5亿2010年美元汇率美元 而工程制造研究阶段的成本则是 单独计算的合同总成本估计 为214亿美元